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大财宝 我是陈雪静 昨天的一个反弹 当很多的一个专家 又在那边赌行情的一个时候 昨天老师就跟大家说过了 这个盘虽然气氛感觉良好 但是就是还差那么一点点 为什么还差那么一点点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今天4月19号交权指数 控盘指标还是翻率的 法人现在还是偏空的 偏向谨慎跟保守 所以昨天虽然反弹上来 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就怎样 再重挫大跌 再下杀下来 是不是完全都印证了 所以市场上谁能够看得准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目共睹了嘛 这还需要我再多说吗 但是在今天下杀 再破底的一个同时啊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虽然还是差那么一点点 因为控盘指标还是怎样 还是翻率啊 还没有翻红上来 不过 多头越来越有搞头 为什么还差那么一点点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首先你要知道的是啊 今天为什么大盘指数会跌 而且会跌100多点 为什么今天在杀什么 今天就是在杀这些的一个怎样 全职股嘛 就是在杀这些的一个龙头股嘛 是不是 来像中刚啊 你可以看到啊 4月13号就控盘指标翻率了 控盘指标翻率 你看今天中刚就是怎样 就是这样杀下来 再来中红啊 这也都是啊 100多亿的一个股本啊 控盘指标翻率转弱啊 所以为什么股价一路跌跌不休啊 您打开报纸 什么铁矿砂 什么报价大跌 控盘指标早就帮你掌握了 够神吧 再来 再来台积电 台积电 从3月30号开始 控盘指标就翻率了 所以他在杀什么 都是在杀这些全职股啊 包括什么 包括维新啊 电竞笔电的啊 从3月31号啊 控盘指标就已经翻率转弱了 所以今天持续的一个重挫大跌在破底 再来包括什么 包括金融股国泰金啊 3月22号控盘指标就已经翻率转弱了 所以为什么这一段啊 股价一路跌跌不休 包括什么 包括中售啊 3月21号控盘指标就一路的一个什么 翻率转弱了 所以为什么这一段的一个股价 今天持续重挫大跌 再破底啊 所以他在跌什么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一个大盘指数 会重挫大跌一百多点 这些你都要了解吧 他在杀什么杀全职股嘛 但是在杀全职股的一个过程当中啊 搞头越来越有搞头 来 你可以发现哦 已经有很多的弱势跌成股 开始陆续止跌做强谈哦 譬如说 之前的一个同志 同志过去从2月16号控盘指标开始翻率转弱下来 包括华瀚也是一样 控盘指标翻率转弱下来 这一段的一个时间我都告诉你 你不要去扛 你如果有这种股票的人 你不知道要怎么处理 你快找我啊 如果当时候有打电话进来的投资朋友 你看你卖掉啊 像杀下来 你是不是完全避开是不是很爽 避开之后 当然现在到这个地方 控盘指标有翻红上来 攻击力到今天1.23转强上来 短线你会发现到他已经开始要怎么样 告诉你我一开始要做强谈哦 我开始要做强谈哦 但是我不是叫你去抢这种股票啦 因为老师还有更好的股票嘛 要带大家一起来赚嘛 但是我告诉你 像这样股票 开始要做强谈哦 你不要说 哇他要反弹 你现在在抢要怎么 抢要够点 那到时候你的队心肝 包括什么 包括月丰也是一样啊 控盘指标翻红上来 我也跟他说过短线会有做强谈 但是他毕竟毕竟都还是只是反弹 都还是只是反弹 包括同伯基板的经济也是一样 上次杀下来的时候 我也跟他说过 人有股票你赶快来找我 因为哦 你看到下山你心里会恐慌 你杀到这个地方 这两天强谈大涨上来 你心里你是不是很傲的 对吗 大涨上来 恭喜你到今天稍微转强上来 控盘指标翻红上来 但是趋势还没有改变 所以再涨上去 这边就又会有压力 你心里都要怎么样 要赶快董得要做换股 不然你如果没有换股 后面终会继续拌拌拌 拌拌一拌一拌 我们的股票每天在去 我看你赶紧金金 人最重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包括什么 包括金册啊 过去急差下来 跌破 夏毁到位跟他说过跌破 留下上影线 我说你下影线 你说我告诉大家你也不用杀了 你要卖 你等他反弹上来 来到什么户贵线或生命线 这边再来卖 你会发现 已经有很多的一个弱势股 包含的一个维生 过去也是怎样 跌升下来盘整了一段的 一个好长的时间 也在最近开始展开一个 连三日反弹的一个大涨上来 不仅这些弱势的跌升股 一档接着一档 陆陆续续的一个 直纹反弹大涨上来 包括领军主流的强势股 持续的一个怎样 持续的一个大涨再创新高 譬如什么 譬如先进光 哇最近真的是很飙 真的很飙 但是这种股票来到这个地方 我当然不建议大家你去追啦 你在这边追你的风险是很大的嘛 因为量人已经扩增过速了 maybe明天还有高点啦 但是量人过增扩速 可能短线上他的一个震荡会比较激烈 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 强势领军股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能够怎样 从控盘指标3月31号 翻红上来 为什么他能够一路的一个怎样 表现的一个这么的一个强势 包括光药科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4月5号控盘指标翻红上来 虽然这三天杀下来 但是趋势是想向上的 所以这两天 噗通噗通就是怎样亮灯涨停板 包括什么APP 力气型的一个IC 记忆体的IC设计的APP 这是我们过去啊 我们带会员朋友啊 开心啊大赚的一档的一个股票 当然啊我们之前啊 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怎么样 开心获利出一半 另外一半稳稳报 这让他教训说 我们没有买在低点 我们买在这一天 3月31号 那你可以看到 到今天再创新高 多头趋势嘛 多头趋势 控盘指标翻红 今天再创新高 这样多少了 22.2% 你会发现我们帮啊 会员朋友啊 以及啊在软体用户 还有9-end 我们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为什么他能够表现的一个 这么的一个强势 不仅是什么 不仅是APP啊 包括四星KY啊 就是ASIC的一个四星KY啊 那你可以看到 这档股票昨天啊 开心获利出一半 另外稳稳报啊 在这礼拜 礼拜天工商时报 头版第一档 首发股四星 那我们在9-end 我们在首页 我们也在盘前 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 所以我相信啊 你只要是我们的一个 9-end的一个粉丝好友 纵使最近啊 很多的一个专家 觉得说这个盘很难操作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们跟大家 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是不是党党都可以 让大家怎么样 赚到笑开怀 让大家可以数超票 数到所冲金 这个真的不是盖的 这个没有不是三两三啊 没有办法上两三啊 老师不只是三两三啊 而且还十两十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实力啊 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啊 都是我们带会员朋友 我们之前啊 跟软体啊 用户啊 通知的一个买讯啊 你可以看到啊 控板指标翻 从攻击力到1.09啊 它的一个表现啊 就是这么的一个强势啊 包括什么 尼克森总统 美国啊 当然现在是川普 过去是尼克森总统来了 你可以看到 尼克森 昨天现买现串涨停板 今天持续亮灯涨停板 光是这样两天的一个时间 昨天全力锁定 这样两天的时间 酸骨会员 不啰嗦 下去就是三成 就是三成 昨天讯息 昨天的江波图下面有讯息 都跟他说过了 那你可以看到 昨天19块半 今天亮灯涨停板 这样多少 将近16% 月仇一天 你看 别人在了解 不过人怎么开心赚钱 100万 16万 1000万 16万 我们赚钱就是这样赚的 为什么我们能够转窝 趋势再多 因为我们有一个 很棒的一个操盘软体嘛 那你可以看到 攻击力到1-3-2 还没有结束嘛 现在我告诉你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 Modafit的需求很暢旺啊 很多人都会跟你讲 什么第二季报价会看涨啊 这些我们早就告诉大家了 昨天盘中第一时间 也跟9n的啊 所有的粉丝好朋友 来做分享啊 我相信好几千位 的一个怎样 的一个啊 投资朋友啊 都有目共睹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啊 所以啊 很多人看到这个大盘 带一个下沙 好多人是担心的一个要命啊 但是我常说啊 行情你要定外清楚嘛 趋势你要认清嘛 到底在涨什么 跌什么 你要知道啊 你不能一直在什么 重蹈户车 不能一直在追高杀低啊 你有多少的一个资本可以这样做 所以老师还是语重心长啊 大家认为这个行情很难操作啊 但是为什么我们的一个股票 能够一档接着一档开心赚 所以我常说 你未来想要赚多少钱 取决于你现在的一个决定 冠队老师100万要占50% 很快 50% 50%两次累积就是怎样 100万变200万 200万变400万 400万变800万 但是如果跟错老师赔50% 哇 那有硬是 对心肝呢 100万存50万 50万 到处就存25万 后面就送入教育病房啊 这怎么可以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爱卜 两成超过两成 世新 哇将近三成 今天持续还是非常的强 尼克森 今天持续亮灯的一个掌灵板 这都是我们家的一个好股票啦 我们跟9M的有好几千位 都可以帮老师来做见证啦 所以各位今天的一个投资朋友 不管过去你操作事火顺遂 你有赚钱我非常恭喜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赚钱 你也不用气呢 老师来帮你 如果你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一个股票 喜欢有本质有未来的好股票 喜欢名门战派有较有量的好股票 想要实实在在能够开心 赚到钱的人 来 这个电话你一定要拨通 老师来助你一辈之力 因为接下来老师所准备的一个好股票 要带着大家 希望你第一时间 就能够坐在教室上 让别人来帮我们做台教 包括我在昨天跟他说过的 被动元件转机之王 你可以看到 这也是我们送给很多9M的 当时按赞人数啊 上百位以上 送给大家 是不是很漂亮 你可以看到控盘指标翻红上来 开始要怎么样 幸运之神开始要到你家了 包括什么动力之王 转机之王 控盘指标翻红上来 这档股票也刚刚要开始而已 那甚至重装出击 还有一本万利 哇这支股票也是秀水 控盘指标翻红攻击力道 也转强上来 大股东 哇不得了 此股一路攀升 所以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是没有股票 是看你有没有跟对老师啊 真的 大好机会 很多人看到指数在大跌 但是大跌的过程当中 很多股票 好股票 弯腰减钻石的大好机会 又即将浮现 又即将浮现 哪些 是弯腰减钻石的一个真正的好股票 欢迎预约下一档标股 底部起涨的一个 怎样慢一点 怎样来预约 来 这个电话 你把它记住 0223219933 0223219933 想要赚大钱的一个投资朋友 真的是要赶快 最后祝大家获利满满 满满幸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